你说那昭阳公主是不是吃错药了 她那么帮那个小白脸啊 可是那个小白脸喜欢的人是秦香莲呢 你说姐 还有 爹 你说你也太窝囊了 让一个昭阳公主给你弄得那么下不了台啊 爹 你知道吗 为了你 我把这个老脸 全丢光了 爹 您先别生气 媚妇虽然是韩琪所害 可是韩琪是乱党 她怎么会跑去汉宣书院呢 对对对 爹 姐 那个韩琪跟公主 陈世美都有仇 如此说来 那韩琪到秦府是来杀陈世美的 可没想到 孙德胜却当了把子 好你个陈世美 孙德胜 你此的冤枉啊 爹 今天 还是您机智 最后判了那个陈世美终身停考 要不然 我们今天庞家的面子 绝对大了 我们庞家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 被人骑在头上还不敢吱声 死仇不报 我们以后怎么见人呢 对 姐 我今天晚上就是找人 杀了那个陈世美 然后抓回韩琪 你把嘴给我闭上 小不忍 在乱大谋啊 朝中的事情 你们也都看到了 我要是稍有不慎 这襄阳王和王延灵就会盯上我们 所以现在千万不能动啊 看到了吗 现在事情已经闹成了这样 你为王延灵不知道吗 所以说 陈世美 不能动 可是 媚妇她 昭阳公主是皇后的掌上灵珠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她支持 万不得已 千万要忍住 你们也都看到了 就连小王爷也站在她一边了 今天这个仗 一定要往心里人 当务之急 是赶快回到便良 再不能让那个王老头子 抢了先机 可现在世人都知道 陈世美是我们庞家的仇人 如果这样放了她 那岂不是 老爷 什么事 慌慌张张 刚刚接到便良密报 讲 丞相王延灵趁您不在 在很多要害部门安插她的亲信 还每日进宫去探视皇上的病情 好一个王延灵 这京师帅府 还有开封府 有什么动静吗 开封府没动静 京师帅府掌管京城治安 手握兵权 所以那个张殿帅 根本就没把那王延灵放在眼里 暂时没被他拉拢 这就好啊 还有吗 皇后密令您速速带着小王爷 和昭阳公主还朝 皇上怎么样 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 这样 我明天一早就赶回京城 你现在火速回京城去 好 一到就拜见皇后 然后买一份厚厚的礼物 到京师帅府捡到张元帅 什么都不说放下就走 虽说这张殿帅我们用不上的 也不能叫王老头子 把他收回己用 小的明白了 去吧 是 拜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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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公子 等了你很久了 可来了 张兄 李兄 你先上去吧 有何贵干 令堂来劲了 这信怎么寄到书院去了 搞错了 你已经被书院出名了 这信我后还是不要寄到书院去了 明白 陈公子告辞 有劳 告辞 来 师妹 来 是婆婆来信了吗 对 婆婆说什么 她说她病重 要我速回 怎么会呢 婆婆身子不是很硬朗吗 我真应该留在陈家照顾婆婆的 师妹 不如我们回家照顾婆婆吧 即使要走也该跟公主打声招呼 走 跟我走 走 小王爷 公主 该启程上路了 公主 公主 好你个臣师妹 你好大的胆子 我饶你不死 你居然送上门来了 是吧 来呀 给我拿下 是 等一下 庞太师 他是来给我送行的 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你先退下吧 是 草名臣师妹 谢公主救命之恩 草名臣师妹 起来吧 其实应该多谢你那位娘子 谢公主成全 我一直以为我贵为公主 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这次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对不起 陈师妹 你给我记住了 你今天欠我的 总有一天你会加倍地偿还 陈师妹 小王爷 小王爷 陈师妹 既然这里就我们几个人 我不妨开门见山了 孙夫院正的谋杀案 庞家对不起你 所以 元宵 钱公子 这 这里是些银两 你放心 小王绝对没有绩效嘲讽之意 只是希望你和香莲 可以这样好好生活下去 师妹万万不能要啊 难道你像小王 用王爷的身份来压你 谢王爷 小王爷我也知道你才华横溢 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我临走之前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希望你用功读书 考取功名 报效朝廷 师妹现在不可以参加科举 就算满腹经纶 又有何用呢 事事都变幻莫测 或许还有转机呢 你要好好照顾香莲 是 赵赵 我们走 有事 你不响吗 知道书 你不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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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起来 你不响呢 我家签词 你不响他 我以后会和你一起分担 两个人一起分担 总比一个人扛着好啊 回去吧